10日,俄乌冲突进入第15天。英国国防部称,俄方正在努力突破基辅北部,而乌克兰国防军继续击落俄罗斯飞机。美国国会最新通过一项决议,向乌克兰提供136亿美元帮助,高于最先预想的100亿美元。美国总统拜登8日投下能源禁令的重邦炸弹,将乌克兰冲突推向又一个高潮。 英国马上跟风表态,同一天英国下议院和邀请泽连斯基发表视频演讲。泽连斯基进一步强化了自己悲壮的战争英雄形象,同时面对波兰愿意交付所有战斗机,供美国使用的积极表态,华盛顿却拒绝得干脆利落。 看来虽然华盛顿在外围拱或拱得不亦乐乎,用军援和金援给乌克兰局势煽风点火,但却始终谨慎地围绕战局踩着线,坚决不踏入战事中心。 9日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写道乌克兰的防空系统,在对抗俄罗斯现代战斗机方面,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。 该部在最新情报中表示,乌克兰阻止了俄罗斯实现对空中任何程度的控制,也就是说目前乌方仍然把控着制控权,而乌陆地上的战斗还在继续。 英国国防部称,基附西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,同时其他几个乌克兰大城市,哈尔克夫、切尔尼克夫、苏美和玛利乌伯,仍然被俄方包围,并遭受猛烈炮击。 9日当地时间上午9点到晚上9点,俄方宣布再次启动安静模式,在乌克兰首都基附等几座大城市,开通人道主义走廊,公平邻撤离。 联合国数字显示,俄乌冲突爆发以来,已有超过200万人逃离乌克兰。 知情官员说其中一半是儿童,俄乌围绕人道主义走廊的争断还在继续。 乌方指责俄罗斯军队不停抛击人道主义走廊,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称。 8日只有苏美和玛利乌布尔的人道走廊短暂齐用,且后者因俄军抛击无法撤人。 俄军则否认开火,并指然是乌方在阻挠平命撤离。 而官员还建议俄乌双方设立热线协调平命撤离,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。 并且在俄方向乌方提议的失调撤出路线中,乌方仅确认了从苏美往西前往波兰的一条通道。 乌方继续拒绝开启所有撤往俄罗斯境内的通道。 8日俄方表示,已经运输超过120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。 抵达乌克兰哈尔克福州运送过程由俄罗斯部队全程护送。 目前这批物资已经被分发到了哈尔克福州的各个居民点,主要提供给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 同时目前由俄国防部成立的人道主义救援指挥部。 处于24小时运行状态,主要只能是向俄军控制区域的乌克兰居民。 火顿巴斯地区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,并保障居民通过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撤离。 在最激烈的战据之外,华盛顿动作频频始终吸引着世界关注。 8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,宣布立即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新的石油、液化天然气以及煤炭。 同时英国政府也正式宣布,将在202年底前,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及相关产品。 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提议,欧盟将削减三分之二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, 并且在2030年之前,消除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总体依赖。 这一深夜投放的能源炸弹,给世界能源市场可谓重磅一击。 美油4月期货一度上破129美元,日内整体上涨10美元。 毕竟周一所创,与130美元的2008年依赖最高。 周二美国汽油零售价创下纪录新高。 美加轮汽油的平均零售价达到4.173美元。 世界能源市场剧烈动荡,而美媒爆料称, 因为对美国的海湾地区政策不满, 沙特和阿联酋都拒绝了拜登提出的通电话请求。 华盛顿算盘打得很好, 希望通过让海湾地区增加石油储备来稳市场信心。 可惜海湾地区国家不满上。 拜登在讲话中警告称, 接下来能源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涨, 美国天然气企业不要趁机谋取暴力或进行欺诈。 美国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。 美国真的为此付出了代价吗?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?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数的数据, 去年美国进口的石油和成品油中, 只有约8%来自俄罗斯, 而欧洲每年从俄罗斯进口45%天然气, 即煤炭和25%原油。 而且美国的禁令中并不包括核电站必须的油。 因为目前美国核电站一半的油产品进口来自俄罗斯, 实际上禁止俄罗斯油气进口。 对美银来说直接影响没有那么大。 美俄之间的能源贸易对美国来说九牛一毛, 美国本身也是油气生产大国。 英国也有北海油田。 其实美国这么做的根本目的, 还是希望欧洲能跟进。 因为只有欧洲跟进, 才能形成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真正打击。 美国这么做能实现一世多鸟的战略目标, 首先利用乌克兰危机, 达成欧洲与俄罗斯和解希望彻底破灭的结果, 另外打破欧洲自身所反复推动的多级世界。 安全防务战略自主等, 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希望, 而且还可以借此钳制削弱欧洲的实力。 近些年欧盟实力发展, 已经潜在影响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。 而欧洲在内外压力下, 已经表态要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。 这个结局将是欧盟内部迎来痛苦的转型。 欧盟接下来要从对俄罗斯转向对美国的能源依赖。 这一味着短期内, 欧洲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民生,经济乃至社会紊乱。 而美国就是想要利用这次乌克兰冲突, 一劳永逸地把欧洲经济和安全都拴到美国的战略轨道上, 最后让欧洲承担痛苦, 自己则收割所有战略成果。 事实上, 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反思这场战争中, 最后真正受益的是谁? 受伤的又是谁? 将俄罗斯彻底推向欧洲的对立面, 是最符合欧洲利益的选择吗? 对于制裁, 俄罗斯发出警告称, 它将对西方制裁做出广泛反应, 会迅速让西方在最敏感的地区, 感受到俄方的反应。 除了制裁大棒, 美国的外交施压之旅也在继续。 9日美国副总统哈利斯, 开始访问波兰和罗马尼亚, 商量难民等问题。 可惜波兰战机事件, 对哈利斯还没开始的外交之旅蒙上了阴霾。 近日美国国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, 从波兰等其他国家, 向乌克兰移交战斗机, 波兰方面对此积极响应, 并提议移交其全部米格29战机, 到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任由美国使用。 然而该提议立即被美国方面拒绝, 五角大楼称波兰的提议太冒险。 原因很简单, 俄方已明确表示, 将攻击任何携带武器, 进入乌克兰的车队。 而一旦军机从美国驻的空军基地起飞飞往乌克兰, 极有可能被俄方认为是北约参战的信号。 华盛顿不想直接卷入与俄战事的用意显而易见。 在战事发生的第十三天,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通过视频外交, 展示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。 发日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连线, 向英国下一院议员发表讲话, 成为在此发表演说的第一位外国总统, 外媒煽情地将这一次讲话描述为, 乌克兰反侵略的精神象征, 将泽连斯基捧成战争英雄。 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表示, 这次演说的威力将大的难以置信, 但他们甚少提到一个事实, 那就是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呼吁, 英国政府给予乌克兰更多帮助,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美西方发出微弱的抱怨。 对于泽连斯基的呼吁, 美西方的反应则是装聋作哑。 虽然英国路透社也报道了泽连斯基的这番讲话, 但他只报道了泽连斯基抨击俄罗斯, 并表示继续与俄罗斯作战的内容, 至于他愿意与俄罗斯谈判, 并抨击西方丢下乌克兰的内容则被裁剪掉了。 而在八日接受美媒最新采访时, 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对俄罗斯承认独立的两个共和国问题进行对话, 并找到让这片领土如何存续的妥协方案。 这是冲突发生以来, 乌方首次承认在乌东地区有寻求妥协的可能性。 这样的姜文表态被西方媒体轻描单写地掠过去了, 因为他们只需要泽连斯基抗争到底的宣誓。 华盛顿正在用对乌克兰不停地军援和精援, 用对俄罗斯一波接一波的制裁, 让俄乌冲突的战线继续拉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权力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